想要來挑戰他的百元快捷到底好嗎 那我現在已經剪完頭髮了 大家好 我是卡特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我說 欸 卡特你的頭髮都在哪裡做的啊 卡特的頭髮都在哪裡剪的啊 卡特你們都平常怎麼造型啊 那我其實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有 固定配合的設計師 然後也都有一直自己習慣的整理的方式 那其實我從來沒有剪過百元快捷 因為百元快捷顧名是就是沒有任何的保障 那我現在就來到了附近的一家百元理髮店 想要來挑戰他的百元快捷到底好嗎 其實普遍的男生其實對自己髮型 其實沒什麼要求或是沒有什麼看法 所以都會交給設計師去處理 那我今天呢就直接跟設計師說 來 就幫我剪一個適合卡特的髮型吧 那就看看到底出來會變怎麼樣呢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走吧 現在就要來準備排隊了 所以我現在頭髮真的是滿長的 我原本想要預約設計師 但是設計師比較難預約 所以想說 嗯 要不然就來挑戰看看百元快捷 我平常就是習慣多這邊 那我覺得等一下就是交給專業的去處理 搞不好百元快捷真的很厲害 ここ只要走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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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覺得剪完其實還不錯 他的瀏海沒有給我打薄到很恐怖 然後旁邊也沒有這樣子 完全這樣推超高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以一百塊塊剪來剪的話 我覺得其實算是CP值滿高的 我覺得其實如果說像一般男性的話 如果說每個月都要剪頭髮的話 其實如果你說會花五六百塊 或是甚至上千塊 一般來說其實我覺得是有點小小負擔 但我覺得像那種一百塊塊剪 我第一次體驗我覺得剪完 我覺得其實滿滿意的 但其實我覺得它算是 蠻細心的 它不是那種剪紙刀 然後隨便錄一錄就好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一百塊塊剪挑戰成功 那如果你們還有想看我挑戰什麼一百塊系列的話 幫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我的洗髮型如果覺得好看也可以跟我說 那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 那我們就下回見囉 掰掰